大家好,Good afternoon 我想問大家 我現在這個音響是否OK,因為那個Mixer應該是有問題的 我想大家給點意見 你現在聽到那個音響是否OK 這是新嘗試,待會亦會有phone in 即是rehearsal一下 因為明天正式跟大家講新聞 講新聞有神預測 我昨晚凌晨才說重草大藥王 會重金禮聘這個Doo姐 OK,我想大家給點意見 那個音響可以嗎? 我音響可以嗎? 可以給點反應 是否delay那麼久? 你們聽不聽到嗎? 一早起床就看到我的報告新聞 OK嗎? OK,好 大家開始 我昨晚跟Pauline聊天 我說一定是她有後著 因為Doo姐是一個 很現實 賺錢很重要的人 是不是? 我待會不排除 我會打電話給Pauline 說說 不過 我 因為那個系統 我換了一個無線麥克風 我待會看看怎樣 Pauline你留言給我 除了說Doo姐和重草大王之外 又會說說姐 頭條的娛樂新聞有 另外又有 頭條的香港新聞也有 接下來 頭條的國際催民也有 然後嘗試一下 封煙 封煙節目 你們喜不喜歡? 喜歡嗎? 我現在開始 尿思月鎮 多謝謝LuLu 我現在開始說一單新聞 那單新聞就已經 我看看幾點出來的 這一單新聞是 今早早8點 報導 我相信重草大王 或者 零一 又或者甚至乎Doo姐 應該是 真的有看我的影片 因為沒有理由我那頭晚上講完 然後他們就早上發佈這個新聞 那 那個 詳情是甚麼呢 他就說 65歲的鎮台之寶 Doo姐 承認約滿之後不再續約了 之前幾天都是傳的 現在他 今早8點鐘 宣布了這單新聞 正式離開服務了44年的 無線電視 回復自由身的他 更加透露 是不想再跟任何公司簽長約 聰明 你暴頭簽我的話 可以 怎樣說 一張嘴唇 千人 親 他說不排除 一切合作可能性 不用被無線困身 最近 邀請Doo姐擔任品牌代言人的 重草大王 陳欣德 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表示十分支持 Doo姐的決定 我懷疑 不知道是否 昨晚 重草大王看完我的影片後 立刻撥個卵給Doo姐 你有沒有看沙扁 他說我請你做事 當然一早說了 合約的東西 怎會這麼闖絕 一早說了 不過 神預測 給沙扁神預測 知道他一定是有後著 不會貿貿然 沒有準備之下 走去自己冒險 一定是有人back up 他覺得 利潤是豐厚 他才離開 Doo姐做事是不會那麼衝動的 然後 陳欣德知道我的消息之後 表示十分支持他的決定 更透露雙方已經確認了來年合作 實行了以銀彈支持 Doo姐回復自由身 除了我說Doo姐一定有後著 所以他們一早已經說清楚 我便預測他 給重草惑大王包養 包養是甚麼意思 多謝了Edith Sewell 包養就是 包起他所有 找他的公司代言 其實這個決定非常之好 如果重草惑大王的公司 高層 又看沙啤的影片 知道我也有市場學的頭腦 因為我上次的影片 叫他放膽追 Doo姐 這個世界沒有東西 是沒有可能的 感情方面 放在一邊 如果說生意 他找到目標客戶 為什麼呢 李佳琛的稅數 都可以開始吃 但他還可以靠化妝品 青春少艾 怎會無端端吃 他們的重草補品 當然是target 我的網友 又有質素 又找到錢 經濟獨立 知性的女性 找Doo姐代言人 在那間公司來說 當然是No.1的首選 多謝Mak To 另外一件事 如果 上次我評論過 他以前追女性 實在太急燥了 去約人家咖啡店 然後被人爆出來 追李佳琛 死吧 見光死 都未開始追 就已經 被人暴光了 死定了 我上次說 如果你真的想追女性的話 你應該請她做你的公司代言人 日久生情 慢慢等她 了解一下你的財幹 喜歡一個男人 就不一定要喜歡她英俊的 又或者單純有錢的 賺錢訂人的 不是這樣的 你要對她 比較細心 或者你有才智 有耐性 你混混Doo姐一點都不難 首先她和金國良有才華 都不屬於英俊 還很像 女方一點都不是英俊 為何從草大王不可以 靠華Doo姐 這是一件事 另外 我想看看有甚麼人 無端端 這個時候 看看 我先看看 啊 為何她現在 啊 有一位 啊 有人叫我 商業接合 你看看 多快有生意人找我 大哥 是不是 有生意人找我 有生意送上門 證明Sapang是有生意頭腦的 多謝多謝多謝 稍後先不要在我做節目時WhatsApp我 除非待會我做phone in節目 你慢慢打電話來 不過 如果你事前沒有我電話 我就不會接的 不會接那些陌生人電話 告訴你 待會我會試這個phone in節目 小事牛刀 明天正式和大家 讀新聞 就是早上早點 現在怎樣 我上次你知不知 為什麼我會這樣估計呢 因為阿刀姐從來沒試過這麼嬌俏 她這樣對著鏡頭 那隻 那隻大哥 她有些迴春那些小動作 那些少女那些 你明不明白 所以我是這樣觀察到 這些是靠平時 這麼多年來 在一間公司 看到這麼多人 即是有一個女人 已經過了60歲 突然之間這樣對著鏡頭 哈哈哈哈 我覺得她好像 So much in love 所以你說 她開行推一保尾 阿媽 如果你未開始 因為阿媽本身是孝順 孝順 阿刀姐又好像 阿媽那樣 提點她 加上她是處女座的 那麼追求完美 你追求了她 還不對你的業務 有幫助 對不對 再加上她事實上她的樣子 她的外形 她的內涵 亦都是配合你的目標客戶 一定會令到你的生意 是更上一層樓的 你沒有交錯的了 阿刀姐又說她會去旅行 我不知道 通常的富商 帶些女明星去旅行 都是開始培養感激 這條計劃幾好 我說 刀姐 不如我們去巴黎那裏取景 在那裏帶一隊攝影隊 在巴黎鐵塔下面那裏漫步 和她一起拍 下一單新聞翻譯 她要宣佈和松草大王閃婚 夠爆了 再自己開一個YouTube台 然後陳隱德那間公司 已經是長期的客戶 贊助她的YouTube 然後再請吳美恒 孫圈那些 做客席嘉賓 她做主持手道拿來 一定爆 所以我現在在這裏預計 2023年 第一位最受歡迎的YouTuber 應該是阿刀姐 飛去莫屬 我告訴你 真的 下一單新聞就說她會開YouTube台 好嗎 繼續說 松草大王去年曾經因為李佳芯爾露抽起這個TVB 千萬廣告 這個舉動不是年輕人 下次不要再 那麼瘦子脾氣了 直到今年才為阿刀姐再豪花過千萬 和這個TVB破冰 現在那千萬可以省了 不用益這個TVB 可以直接包養這個 阿刀姐做的代言人 順便陪你一起游法國巴黎 非常棒 有爪 不用洗一千萬 然後她再度表示 刀姐禁撐我 只要看到刀姐的地方 我都會下廣告 全部倒閉了 倒閉了 刀姐 第幾春 第三春 現在刀姐表示 欣賞松草大王 我知道Mark 陳欣德很專業 還有 很有心做好松草 和她的產品 所以對這個產品有信心 刀姐 你是對她的產品有信心 比對陳欣德有信心 照顧你下半世 黃昏之戀 大佬 是不是正 然後 還有什麼 這宗新聞 就是去到這裏 昨晚 都不夠24小時 都不夠10個小時 之前我就已經說 一定是有後著 而且 重草大王看到她 自由身 一早已經談定 所以她才夠膽自由身 阿刀姐 這麼現實 怎會謀謀言 外面沒有 好處 她自己出來 搞這麼冒險 一定有後著 而最有條件的 就是 陳欣德 Mark 好球 OK 抵贊 這次 聽Sapang的建議 我上條片 差不多 一個月以上 就說這件事 我去第二宗娛樂新聞 第二宗娛樂新聞 是說 汪明荃 汪明荃祝賀 娜都姐 離炒 汪阿姐一定收到封 她就說 我繼續效力 剛剛 逐了兩年約 重草大王 又不會請阿姐 阿姐 汪明荃又結婚 對嗎 就算她想追求你 差水 哈哈哈 追求媽媽 真是 現在 都姐 逐約無線 約滿 無線 並且宣佈離巢 在昨日22號 和都姐一起 主持無數大型節目 汪阿姐 為這個星光 入入姚寶梁 在擔任司儀的時候 接受香港離家的訪問 她表示 事前我不知道 亦不想到都姐會離巢 今天 想不到 她說服務了 公司那麼久 突然說走就走 你不要妨礙別人 發達 問題是 她可能 有人追求她 你 擔誤她一身 幸好沒有和你 汪明荃商量 不是的 你叫她不要走就糟了 不如現在她走了 你可以霸佔 這台署的位置 多麼有數 我其實覺得是四贏 觀眾又有花心窩 陳恩德恩公司又更上一層樓 都姐有錢賺 六十多歲的高齡 都可以找到一個這麼大的靠山 汪阿姐自己 都可以找余泰山坐陣在無線 始終都要有台署走出來 你說靠麥美印 港者說不出名 你主持大型的宗藝節目 一定要有一個 類似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汪阿姐沒有和你爭 最寶貴的是你 都姐走了之後 汪阿姐繼續說 她說了不是退休 想自由一點 做回自己喜歡做的事 例如拍拖和陳恩德漫步巴黎鐵塔 他說去第二台玩玩玩多好 亦不排除都姐有機會去ViuTV You never know 如果你說真的 說真的 她很喜歡姜濤 下次她去ViuTV主持一個音樂節目 你無線死定了 曾志偉現在害怕 還等你疼小毛疼得這麼開心 亂毛不是小毛 汪亞姐表示 事前不知道都姐離愁 她說很神秘 誰會成為都姐的接班人 雖然汪亞姐並沒有點名 但她亦說新上位主持資質不錯 阿姐真的很客氣 資質不錯 我說資格未夠 資格未夠就差不多 但對外就說資質不錯 他說新上來那個都很聰明 你也說不出名字 新上來那個 你不提人的名字 他說有些刀當然要給點時間 即是不成功了 不成功就好 你還可以出自己的大show 有計租錢 和佳英哥也要繼續去旅行 享受世界 沒有錢落袋 怎麼辦 刮個米缸 如果汪小姐沒工作的話 我怕她要… 每年她生日有金錢樹 五百元一百元 那些要拆禮事 在火樹裡拆下來 拿去買菜 叫傭人 哈哈 然後他說 做司儀都有親切感 都要觀眾接受才行 口齒靈利一定要 問到誰可以升任 汪小姐說 我想不是那麼公道 讓他們自由競爭好一點 免得說吧 多謝這是誰 蕭惠燕 多謝打賞 汪小姐現在找余泰山坐陣台署的位置 另外還有怎樣 他說 有傳媒問起 阿Doo姐會不會去TVB做法師 汪小姐反問 你問那些高層 何麗傳在這裡 你問他吧 這樣就不輪到汪小姐安排 刀姐離愁 汪小姐選擇繼續續約 她說 我剛剛續約了 續了兩年 一般都是兩年的 其實汪小姐可以繼續續約 其實汪小姐可以繼續續約 兩年又兩年又兩年 做到兩腳一身的時候 我建議汪小姐都光顧阿Doo姐 買放置蟲草等產品 說到這麽支持那個產品的話 說到這麽支持阿Doo姐 你一定要幫他買一千幾百萬的貨 摘在家裡 你的家裡這麽大 你放在天台也可以 用布蓋住它 經常都這樣浪費衣服 多謝師姐打賞 對吧 沒得撐 好了 這宗新聞我講完了 我又看看另一宗新聞 黃紫陽 黃紫陽怎樣 看他 今日的娛樂頭條 Title 這樣寫的 55歲的黃紫陽高調放閃 慶祝結婚五周年 和小時候自己二十年的嬌妻合體直播 趁到絕 看看怎樣 當然要找回以前的東西來講 他説 現年55歲的黃紫陽 曾經參與過電影《桃學威龍》 好位奸的他 98 古惑仔之意 龍爭虎鬥 和賭合1999等等 專門演反派的他 更加被封為娛樂圈的十大惡人之一 2017年 他的經理人 Bobo 展開第三段的婚姻 威威了三次 我曾經看過特朗普的《自傳》 和Bobbo迎來結婚五周年的大日子 應該是慶賀 因為五年零一日 搞離婚 第三次離婚就不太好 當然要慶祝一下 兩個人合體拍攝了很多段影片 大了恩愛 更加一齊開Live 結婚了不少人的關注 穿上這個白色情侶套裝 我真的沒有情侶套裝 這些不拿碟 穿上白色情侶套裝的王子楊和Bobbo 默契十足 已經五十歲 雖然身形明顯發了褲 但頭髮仍然濃密 應該不是假髮 和小去二十歲的嬌妻同框 依然搭配 很硬 很硬 有婦女戀 其實在認識現任太太Bobbo之前 王子楊和多位圈中的女性拍拖 而且曾經經歷過兩段婚姻 二姓圓甚佳的她 在88年跟陳嘉玲相戀 很大的周粒那個 陳秀文的妹妹 在89年跟她七年的偉英雄和她拍拖 但三年後雙方反面收場 即是反轉豬肚 然後偉英雄露揭王子楊一腳踏四船 據知其中一位女朋友是她第二任的妻子 但偉英雄更加以財劫式來形容王子楊 甚至直言這段戀情是她人生的污點 其實告訴你 又有些黑衣人是有料爆的 但不在這段影片裏面 如果你想我多爆一些娛樂新聞 麻煩你出力地幫我宣傳 分享訂閱和like 好不好 我繼續 1998年黃子楊跟了外籍女友Tina結婚 兩年後離婚收場 怪不得了 現在五年結婚當然要開香檳 然後燒炮獎 兩年跟Tina離婚 然後跟林俊賢的前妻Winnie結婚 兩人在2016年離婚 其實她經常都是幾年課 另外又怎樣呢 去到2017年的時候 王子楊給她跟年輕20歲的經理人Bubo結婚 近年跟她太太一起在內地出show 唱歌 拍戲 兩夫妻經常出相入隊 更加公開在社交平台大勢幸福 即是那隻比她深深 王子楊的工作越做越長做長有 除了登台表演之外 亦有參演內地的劇集 兩夫妻不時合體拍片 相當恩愛 更加曝光 兩個人的外籌 片中所見 雖然報紙簡單 簡單就簡陋 但複式的設計相當空間十足 看看還有些甚麼 這篇新聞沒有甚麼 都是這樣 以前是渣男 現在是浪子回頭 她的經理人幫她接作 而且兩個在一起賺錢 最重要大家有一個共同目標 以前那些混蛋給我抹掉 為甚麼呢 你說這個葦慶雄 我有些料爆 不過不是現在爆 好 遲些你密切留意 Youtube 頻道Smart Travel 哈哈 瘦瘦 好了 第3單 第4單說許智安 許智安又是神預測 他們可能一分鐘又是有看的 怎樣說呢 許智安重返TVB 見舊朋友很開心 當然有人請 因為之前她在ViuTV ViuTV在電視收視不是那麼高 因為ViuTV的粉絲 很流行在網上看她的節目 然後分享 因為ViuTV的目標客群 不是她的年代 所以人們看完 可能繼續罵她安心事件 但未必一定會覺得是一件好事 但起碼有些年長 多謝Simi打賞 年長的網友或中年的網友 仍然對她有些記憶 或者喜歡她以前的歌 那市場可能會比較貼合 好了 她昨晚22日為星光1、遙堡2 多謝Simi打賞 多年之後再在無線出現 自然成為傳媒焦點 每個人都想看看她現在死未 很多傳媒 不是我 因為我曾經鼓勵她出來的 我曾經鼓勵她出現 我曾經鼓勵她出現 但不久後公司的高層也會出現活動 這是神預測 你聽新聞不是照自判指 而有分析能力 接受另一份訪問時她表示 再見這位朋友時感到很開心 她說大家關心有沒有做運動 她說以前什麼運動 很敏感 說運動 創傷運動 一說普通 溫和也很麻煩 以前譚天雪地變成現在的養生 年紀大了 你是否想招攬蟲草大王 不過應該的形象不太對 她表示每天都做運動 只是地點會經常改變 所以很少被拍到 我曾經說過 她倆夫婦 鄭秀文是否真的原諒她 為何大家住在同一間屋 其實她都可以在家小事牛刀 和她一起合唱 叫她支持她 我待會看看 究竟Sammy怎樣支持她 她說自己做運動 但你不見到鄭秀文的IG 經常在家自己做運動 弄到一身汗 你見到家裡的背景 你從來都不會見到許智安的身影 現在她的口供又不對 她說自己周圍周圍去 每天做運動的地點都是經常改變的 為何不跟她老婆一起做運動 這個就有些可圈可點 我們這件未知 她說很少被拍到 那些記者跟蹤你 你叫你老婆和你一起在家的時候 就算好像那個鄉太那樣 她不經意經過鋪牌 不經意放了很多名牌手袋在背影後 別人就知道她很多限量版 如果你小事牛刀 想讓別人知道你夫婦仍然很合拍 或者很恩愛的 你久不久她遞出她的手或腳 那些人又可以有話說有話寫 你們起碼同場一起做運動 但連這些照片都沒有 她還要說出口自己經常換地方去做運動 她家裡這麼大 如果兩功夫是恩愛一起做運動 你好像人生教練的coach 怎會離行離辣 你又你做運動我做運動 另外她說 好天就會跑運動場 有時走下山 就算兩夫婦走下山也很平常 很多人都已經忘記了 難道人們看到你夫婦還罵你嗎 所以我真的很懷疑她夫婦的關係 不知道是否賺了光環 但究竟有沒有真的原諒我真的覺得很question mark 她說如果下雨的話就要在室內健身 室內健身都沒有說在她家 家裡這麼大地方她老婆又在家做運動 都沒有提到在家 說在室內 她不會覺得室內這些字眼可圈可點 都會留在家裡和她老婆做運動 她不是說在室內做運動 她不是說在室內做運動 可能是某個gym的室內 不是家裡的室內 你老婆留在家做運動 就像死狗一樣 去找個地方自己躲起來 你不要讓人感覺你老鼠岸 大大方方兩夫婦一起合體 拍張照片 少試水溫 然後她說她試過了 行山跑步去見朋友 就跑多兩圈 因為開心的 一路聊天的時間很快 其實一點都不辛苦 如果大家看到我一起跑步都很好 都會一起做運動 她工作忙一點 其實真的好有趣 她說鄭秀文工作忙一點 所以沒有跟她一起做運動 她去言下之意就是這樣 但她老婆整天在家做運動 唱歌 怎會忙 她很多時候拍照片 Sami的IG都在家拍 為什麼兩個不一起做運動 所以就說 以後你不知道 好了 許志安最近推出的新歌 《人與人之間》 我不知道這首歌說什麼 但《人與人之間》就是溝通 還有你們兩個工作 就是一起做運動 可以增加大家的感情 就是陪伴 人與人之間是陪伴 但你有她做運動 有她留在家做直播 完全都不覺得她們是兩夫妻 連朋友都不如 她表示新歌非常有意思 而且她錄音的時間 更加唱到想哭 她說近這十年八年 我自己很感恩 雖然這首歌只是短短三分鐘 但是說了人生一個過程 我相信大家聽完 都會有幾個片段屬於自己 我錄音聽的時候很感動 要停一停 我是一個硬了的人 她說 我希望這首歌的成績 就會越來越好 聽的時候 想回一些人生的片段 多謝Rivanna 她人生的片段 是不是人人在腦海 關於她的人生片段 都是在的士上的互照 她說一些很好的回憶 逐步回復工作 許志安亦表示 有得到Sammy的支持 不過她表示 暫時未有重開演唱會的打選 希望累積多些新歌 才看到機會而決定 其實說你老婆有多支持你 最起碼在家裡一起做一些生活的事情 一起煮飯 這樣才叫支持 或者她想去你的節目 或者你上去的節目做嘉賓 你怕她被人嗅 愛屋及烏 這麼多年 要罵都罵了 但她老婆這樣也不做 我真的覺得很扭爆頭 她老婆也有她自己貼 寧願跟阿甘比、阿曾楚紅的活動 都不跟她老公活動的照片 你從來也看不到 自用安心事件 所以很怪的 我現在不用理會了 另外一宗新聞就說 差不多了 做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你們喜不喜歡 遲些那些 原本我不想早上做娛樂新聞 你明白我為什麼 但是我又覺得 我昨天神預測 我當然是說出來 給自己分析能力 有分析能力 predict so predictable 有這個預測性 有前瞻性 不是這樣讀新聞給你聽 有分析能力 所以留在我這裡的網友 都是高質素的 我看看下一條影片 你們喜不喜歡 給點評論 我先換一張照片 等下 我是不是有一張照片 是關於那個 等下 oh my god 等下 喂 你們知不知 待會我會 phone in 我待會會 phone in 你們有沒有人想 phone in 有沒有人有興趣 和我 談論 投訴 投訴 和報料 有沒有人想向我 投訴 你可以投訴我 我絕對 不過一定是之前 我已經有你電話 你和我溝通過 你貿然我沒有你電話 我不會接觸 我不會接觸 那些甚麼hater 或者古靈精怪的電話 如果你沒有接觸 我 我不會接觸 你電話 OK 等我做完 時事新聞和國際新聞的時候 我便接受大家的 傾訴 投訴和報料 好 我現在找回下一個新聞 下一個新聞 你看到的圖 只不過是小部分的新聞 我會多說一些 關於民生 誰說 柯師傅 好 好精神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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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得很少 所以要你們 待會 打電話來的時候 他說 下一條 記住放公開 OK 好 這一個 好了 我現在post 你們可以留言給我 我會看 我一直和你們聊天 好嗎 好 因為我和你們聊天 一直post 一下一條影片 因為不要做得太長 你可以八卦 可以聽我幾句的分析 對嗎 不要一頂 我告訴你 有話題和別人吹嘴 對嗎 加上 有時見到我多醜 有時見到我醜醜 見到醜醜 OK 我現在post一下一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我有一個新的轉變 因為smarttravel已經兩歲生日了 OK 這個是十二點半 OK 那一條影片 我們要到現在 看一條影片 Elon Musk 醒神 早晨 如果你們喜歡這種形式的話 我明天早點起床 早點起床等你們上班的時候做 上班的時候就讀新聞給你聽 今天也挺好的開始 起碼昨天我已經神預測 當然了 你只聽新聞都知道什麼事 不過我不會長篇大論說短短的 短打 他說什麼 聽你說又舒服 多謝Candila Ho 為什麼呢? 我個人很積極 今天大佬 Are we doing what? Are we doing well? Very well Majory thank you for pushing my video And you guys leave a message very often Very motivated to me 多謝 OK 好 我放了公開 另一條線 好 大家麻煩稍而欲捕 下一條影片是講香港的新聞 好嗎? Live chat Live next Next 各位獎者 Next 下一條影片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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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預測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 多謝各位 因為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的話 SAPEN的努力都會付諸流水 好多謝你們今天的中午 可以給我加持 還有鼓勵 好嗎? 我們下一條影片會講香港的新聞 一系列聽到一些主要新聞 好嗎? 並且有幾句的分析 你們可以繼續在這裏 push多一會 又或者你們可以在這條影片 我按了停的時候 你可以留一個公仔 給我一點鼓勵 好嗎? 我們稍後兩三分鐘見 好的